由于迦南帝遭遇饥荒 雅各便拆派他的十个儿子 从西伯伦下到埃及去买粮食 到了埃及后 他们在约瑟面前屈身下拜 但人不知所拜的 就是自己的弟弟约瑟 这也应验了他二十年前所发的梦 面对十多年未有见面的哥哥们 约瑟心中可能产生矛盾 及时相认或是暂时隐藏身份 十多年前哥哥们心术不振 性格卑鄙 现在有没有改善呢 因此约瑟立心试验他们 约瑟故意控告他们是外来的奸细 并把他们关在尖里三天 然后才释放他们 却留下西勉为人质 直到他们带宾雅敏来 才相信他们是清白的 这班兄弟非常惊恐 都说现在的苦难是二十年前恶行的报应 但他们并不晓得 约瑟每字每句都听得清楚 在房中哭了一大场 以后约瑟命令仆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袋子 并将每个人所付的金银放在粮食里面 然后这九兄弟就启程回家了 途中其中一人发现自己的钱仍在袋中 他们更为西勉的安全而担心 见到雅各后 纵然他们再三恳求 雅各还是拒绝让变雅敏 与他们同下埃及 饥荒的情况 在西伯伦越来越严重 雅各只好让变雅敏 跟随兄长们一同下埃及购买粮食 那时尤大更担保 变雅敏的安全 爱地之情从而可见 与当年出卖兄弟的态度截然不同 他们再次来到约瑟面前 约瑟为他们在屋内摆设言席 起先他们以为是为着上次的事 所以就恳切地告诉家宰 说他们没有偷取购粮的金钱 后来西勉也释放了 于是二十年来 这十二兄弟首次同聚一堂 虽然约瑟不是与他们同坐一桌 但令他们惊异的是 个人的位置都是按年税而排 并且变雅敏得着 相等于别人五倍的食物 在第二天早晨 他们离开以前 约瑟又在秘密将金钱放回他们的袋里 并且将自己的银杯放进汴雅敏的袋中 十一兄弟离开不久 约瑟便命令人捉拿他们回来 控告他们偷取约瑟的银杯 他们当然否认 并说如果真有账物在他们中间发现 他们就留下来做奴仆 一轮搜查之下 自然就发现 银杯在汴雅敏的袋里 他们第三次被带到约瑟面前 犹大站起来说要以自己的生命代替 变雅敏 他含泪的在约瑟面前提到老父 并说假若变雅敏有什么意外 雅各也将必死 事到如今约瑟听到犹大的真情颇白 知道他们真的已痛改前非 再还不能隐瞒自己的身份 只有向他的兄弟表明 一同含泪相认